10月18日晚,此前备受关注的十面零币图卷在北京拍出5.129亿元人民币,刷新中国古代艺术品拍卖成交记录,成为本年度全球最贵中国艺术品。 1,3,3,3,4。 当晚,宝丽拍卖15周年庆典拍卖会,吴斌十面零币图卷即十面零币山居藏书画赏识专场在北京举行。 十面零币图卷以咨询价上拍,现场起拍价1亿元,随后有买家直接出价到2亿,此后不断有新买家加入,几分钟后较价值3亿,后经40多分钟竞价,最终以4.46亿元落锤, 加15%佣金,最终成交价为5.129亿元。 据悉,十面零币图卷出自明代宫廷画家吴斌之首,约公元1610年作,此人被认为是晚明人物,变形主义画风和复兴北宋经典山水画风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 明代米万中碍事成体,万历勿深年,他于南京陆河县任职时得到一方灵弊时,此时造型雄奇,面面可观,兼具五行之美。 米万中欣喜不已,邀请好友画家吴斌为此时造像。 吴斌于是分绘实图,各图皆以真实尺寸描绘其实的不同面,即从十个角度以师父画呈现了这块其实。 画作除中国传统绘画笔墨外,又参与几何原理、音律节奏、五行之说,画法、观念都为古今独创。 画成后,米万中走信千里之外,请画坛领袖董奇昌、陈继如、李维珍、志士回乡的前内阁首辅叶象高等好友,提切拔文。 入庆后,这一图卷密藏百年后远渡重洋。 1989年12月,十面灵币图卷第一次在纽约苏富比拍卖面试,当时即以121万美元的天价成交轰动一时,成为苏富比拍卖成立以来首次打破中国书画超越百万美元的成交记录。 31年后,这件作品在线拍场,也再度刷新成交记录。 据悉,当晚是北京保利益后的线下首拍,业内人士认为,十面灵币图卷的高价成交对古代书画市场有很大提振作用。 这是我们疫情之后的线下的首拍,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尤其是十面灵币,无斌十面灵币这件作品成交,以及十面灵币主人藏坏这个作品成交,可能对古代书画的市场将是一个很大的提振作用。